事实证明,这个世界还是谁能把事情做到更极端,谁就能达成目的。根据最新的消息,乌克兰认诵了。11月2日,乌克兰给俄罗斯做了一个书面保证。保证什么呢?保证不再把粮食运输走廊,用于开展对俄作战行动。说起来这时还挺有意思。 10月29日,俄罗斯国防部表示,当天凌晨,乌克兰军方使用无人机,对俄黑海舰队所在的塞瓦斯托布尔海军基地的船只,还有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空中和海上打击。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报告,乌克兰第73海上特种作战中心军事人员,在英国专家的训练下,使用了9架无人机和7架无人舰艇, 对黑海舰队的船只和塞瓦斯托布尔的民用船只进行了恐怖袭击。这是引起了俄罗斯的震怒。于是俄罗斯立马发飙,当时就立刻宣布,鉴于参与保障乌克兰粮食,从黑海港口出口的船只安全无法得到保障。从乌克兰港口出口粮食协议暂停执行。你们不是要袭击吗?现在粮食运输不够安全,那就别运了。 俄罗斯真的是掌握了打蛇打七寸的精髓。要知道这个协议的达成,可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之前在联合国和土耳其的大力斡旋下,俄罗斯、乌克兰和土耳其在7月达成了这份协议。 但是,因为乌克兰突然沿着粮食运输通道发起袭击,相关的协议就被搁置了。俄罗斯这一招真的是太凶狠了。一方面意味着乌克兰的很多粮食都无法外运。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粮食进口国而言。这样的结果也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噩梦。 拜登也是气急败坏,在电视节目中表示,俄罗斯的决定令人气愤。拜登表示浙江家具饥饿,没有任何价值。 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沃森,则指责俄罗斯将粮食当作武器。事实上我们觉得拜登也好,沃森也罢。说的全部都是废话。毕竟在无耻和把其他东西当成武器方面,美国说自己第二,估计没有国家敢说自己第一。 别忘记了在俄乌战争开战之初,美国连俄罗斯的猫和树也被制裁了。美国还有什么脸说人家俄罗斯把粮食当武器?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显得更加务实一点。事情出了,人家就想办法解决问题。 他当即就呼吁各方尽一切努力,延长乌克兰粮食出口协议,也包括促进俄罗斯粮食的外运。 古特雷斯进一步警告,危机还在发酵。如果这里粮食和化肥无法进入全球市场,那么将影响接下来两年的全球粮食收成。 到那时人类所面临的危机,就将从能否负担的几粮食转变成有没有粮食可买。到时候不是有没有钱买了,而是能不能买得到了。 吃饭是个大问题,所以到了11月2日,乌克兰就给俄罗斯做了书面保证,保证不再发动类似的袭击。 俄罗斯也顺着台阶下来,俄国防部表示,顺利收到了乌克兰的书面保证。 毫无疑问,在这一场对决中,俄罗斯是取得了胜利,而普京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胜利,就是因为他抓住了各方的软肋,看清楚了全世界国家真正的需求。 哪怕是那些支持乌克兰打仗的国家,其实一直是有各底线的。 你们打归打闹归闹,但是你要是让我们吃不上饭,那不好意思,那是万万不行的。 所以在其他国家的斡旋下,乌克兰就怂了,给俄罗斯做了书面保证。 其实在遭到乌军袭击后,俄军果然发起雷霆包袱。 不仅派出无人机,轰炸英国和乌克兰的联军基地,还再度猛轰乌全境。 据相关消息显示,乌全境已经再度拉响防空警报。 从基辅到文尼查,爆炸声接连不断。 俄军炸毁乌克兰更多的基础设施。 原本乌方各地就因为此前的轰炸严重缺电。 俄军再度出手后,各地已经开始停水。 铁路设施也因为断电陷入瘫痪。 基础设施的预袭给乌克兰社会的稳定带来巨大威胁,并且会影响到前线乌军的作战。 但这还不是结束,俄罗斯还采取了另一重磅措施。 黑海舰队预袭后,俄方立即叫停乌克兰的粮食出口。 这下不仅乌方感到不满,就连欧洲也开始着急。 但再着急也没用。 如今200多艘乌克兰船只正被堵在港口,俄罗斯就是要用这些报复让乌军为偷袭忏悔。 目前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八个多月的时间。 在这段时间里,不少网友对俄罗斯感到非常失望。 认为,其根本不具备全球第二大军事强国的能力。 看来战争是检验一切装备,一切军队的唯一方式。 但客观来看,俄军所谓的弱,会不会是故意而为之呢? 在我来看,俄罗斯确实犯了不少错。 但要说弱,还真没有到那个地步。 之前,普京对泽连斯基以及拜登的判断出现失误。 认为只要利用空中优势,对乌克兰全境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行动。 基辅当局一定会签署停火协议。 但是普京既高估了泽连斯基,也低估了泽连斯基。 因为乌克兰的命运根本不在泽连斯基手中, 而是在美国手中,也正是因为这种误判, 让俄罗斯选择了一种相对保守的打法。 毕竟人家还想要土地和人口, 所以没有大规模伤及无辜,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, 给了乌克兰和美国最大的缓冲时间。 随着美式装备一点点输送到乌克兰, 五军慢慢具备了反击的能力。 后来俄军又改为蝉食战术, 一点点拿下了赫尔松等四地区。 并通过公投形式吞并, 普京认为时机到了。 因为赫尔松这四地加入俄罗斯之后, 黑海、亚索海都将被俄罗斯掌控。 这里已经失去了北约的战略意义。 这也是近期克工再次释放, 要与美国谈判的主要原因。 说白了, 俄罗斯固有领土已经实现了相对安全的目标。 但是很明显美国不想谈, 因为美国还想拖北约下场。 只有欧洲开始大混战, 美国才能实现对俄罗斯和欧盟的双压诈。 说实话, 看着克工的想法一次次落空, 被西方媒体黑也是就由此取。 但俄罗斯人真的傻到看不懂形式。 没有长远战略规划吗? 在我来看, 真相远没有那么简单。 北约的难题还在后面。 细心观察的朋友一定会发现, 欧洲已经出现了微妙的变化, 虽然北西管道被炸, 但俄土正对在土耳其修建天然气枢纽, 仪式谈判。 反观欧盟对此事就当看不见, 因为一旦修好之后他们才是最大受益者。 说白了, 无论是北约还是欧盟, 已经展现出各奔东西的态势。 一旦这两个联盟从形态上分解, 美国今后再想做任何霸权行径都非常难。 这就是一盘大棋, 美俄到底谁能笑到最后? 现在依旧是未知数。 虽然俄乌冲突爆发后, 美国对俄实施大规模的制裁。 客观上来看, 制裁对俄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。 俄罗斯缺乏半导体、 芯片等重要部件。 这影响到俄武器装备的生产。 此外民用领域也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。 不过美国扔出的回旋标扎伤俄罗斯后, 又返回扎到了美国自己身上。 对俄制裁的副作用开始显现。 据美媒报道称, 美国新核能公司面临着严峻形势。 由于缺乏原材料, 面临着停产危机。 而全球唯一生产相关核原料的公司, 就在俄罗斯。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, 美国十分重视清洁能源的发展。 其中核能产业深受重视。 但无法从俄罗斯进口原材料后, 美国在领域的发展将会陷入滞后局面。 美国科技发达, 经济实力雄厚, 也有能力建立高纯度低浓缩油生产体系。 实现自己自足, 但生产线在短时间内搭建不起来。 最起码需要五年的时间。 五年之后, 相关领域的美企可能已经倒闭了。 在白宫无法给出实质解决办法的局面下, 和领域的多家美企呼吁白宫解除对俄制裁。 那么美国会不会解除对俄制裁呢? 值得一提的是, 美国依赖俄罗斯的材料有很多。 波兰公司生产的每架飞机中, 有50%的钛金属来自俄罗斯。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, 俄罗斯在某些领域卡着美国的脖子。 如果美国不解除制裁, 自身利益将会持续地受到损失。 俄罗斯这个国家独树一帜, 经济实力并不雄厚, 部分科技也不如西方。 但是俄罗斯靠着丰富的资源, 照样能卡西方的脖子。 俄罗斯手里有大量的原材料, 而原材料相当于地基。 纵使科技在发达, 西方也不可能凭空制造出。 西方对俄制裁不仅伤敌800, 自损1000, 而且还无法达到目的。